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凝成恨战旧城 月圆之夜人不归 花香之地无何品 一枪无声险万缕 此母亲为雪果池神仙 圆去重征河山 大后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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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尾 事物送你 你坐那再说 别坐床上 好 好 冠小姐的香龟 我上次送你那小镜子呢 什么小镜子 就是上个星期二 我送你小镜子一面 备有李香兰照片 就那个呢 可能在哪个抽屉里吧 哪个抽屉啊 你干嘛动我东西啊 那你怎么不用呢 我有大镜子 这个 他照亮了我受伤的心 这次我要送给你第二件礼物 一把小梳子 我还做了好几首诗呢 梳子 笼子 和壁子 东阳又念诗了 真扣 还念诗呢 难道我女儿就这么不值钱吗 太太 你得拿个主意了 东阳一来就往高地屋里钻 我跟你说 他现在已经自居为冠家姑爷了 李空山要是跟他撞过对面 这脸面上也不好看呢 他想的美 要早两天 他能再给你找个差事 我倒可以考虑 现在 难道让他天天写诗 笑点咱们呢 看你呀 吓得那个松头日脑的样子 老太太 我自己有办法对付他 所长俗世多谋 所长英明 齐儿爷 齐儿奶奶到 是他 您二位请 瑞丰 冠先生 恭喜 不敢当 不敢当 给你道喜了 恭喜 快请 太太 瑞丰和橘子给你道喜来了 来 请进 请进 请 冠太太 瑞丰啊 橘子 恭喜 恭喜冠太太荣生织女检察所所长 恭喜 让你费心了 来 坐我身边来 来 过来 恭喜 你太客气了 这边坐 我说 蓝先生 这边请发 这不是东阳兄吗 你也在这儿 这几天我都很忙 实在没空去学校 又发表什么匕首文章没有 早晚我把你小子圈到牢里头 你用不着跟我这儿斗嘴斗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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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 蓝先生 我们家瑞丰刚当上了北平市教育局的数物科科长 也是刚刚发表的 也是刚刚发表的 什么 恭喜 瑞丰奇科长 你倒先来给我倒洗了 真有你的 一声不出沉的猪气 来 拿老阴公府的白兰地 我们喝一杯酒 来嘞 给我们齐科长 科长太太道喜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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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习 坐 坐坐坐 东阳 东阳 你在新明慧 瑞丰 你入了教育局 我得了一个织女检察所所长 小和 不久也会得到一个地位 比咱们都要高的地位 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时代 我们算是混得不错 今天你们三个在神灵面前结为异性兄弟 共富贵 同患难 你们要互相团结 互相照应 互相帮忙 顺顺当当 打出我们的新天地 叫咱们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事做 有权利 发大财 日本人当然拿第一份 我们连是我们的姑姑老爷都得拿第二份 我们要齐心努力 团结成一个势力 叫一切的人 甚至日本人都得听我们的话 把最好的一切献给我们 所长 我总算是熬出头了 韩我姐 等会他们男人拜完了兄弟 我们来拜姐妹 兄弟不才 可比你们年长几岁 不如两位弟弟有出息 还望以后多提携提携大哥 大哥 你放心 有我还有三弟 就短不了你的 大哥 承蒙你们对我的提携 我什么也不说了 官老爷 看着 拜 一拜 再拜 再拜 三拜 上香 咱们兄弟的事儿就咱们自己知道 绝不能让外人听信了起 要是让人抓住把柄 以后办事可就不方便了 来 来 来 大家以茶代酒 为齐城兄弟姐妹乾杯 来 坐 来 坐 姐 我们也该回去了 家里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 好 咱们改天好好开个庆祝会 今天大家都忙 好 去到 走 来 我说齐科长 你要是愿意搬来住 我们全家都欢迎 真的 你们呀 马上就要搬到教育局 我二舅那儿去住了 他那儿啊 离教育局近 房子也款式 走 走 走 我送你了 一定常来 好的好的 慢点啊 别送了 我说这瑞兰霞真是一个东西 长官啊 这一生官就把我们给光了 别送了啊 回吧 回吧 没关系 常来常来 塞又难了 常来啊 你瞧瞧 瑞丰当上了科长 咱们得到齐家去贺喜 给瑞丰做做面子 去 你找点礼物 弄俩篮子 好 东阳啊 你也去啊 好 我能当上科长 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太太 太太的二舅跟局长是把兄弟 局长没有他简直就不敢就职 因为他二舅以前就是做局长的 又在东阳流过学 会说东阳话 跟日本人一个味 可是人家不愿意再出来做事 人家有点积蓄 身体又不太好 犯不着操心受累的 局长苦苦的哀求 都快要哭了 二舅才说 好吧 我给你找个帮手吧 不是 这你干得下来嘛 人家倒想到你了 可你接不下这次挑子呀 哎呦 你先听他说完呢 这孩子能当上科长 那不也是好事吗 我怎么就干不下来了 二舅一想就想到我了 哪是我二舅想到你了 说起来也凑巧 正好太太那两天住在娘家 太太跟二舅说 二舅瑞丰可以帮忙 不过 瑞丰不能接受比副局长还低的位置 二舅就直接求太太 让外舅瑞举尊屈尊 啊 副局长已经有人了 而且是日本人直接派的 怎么好马上就换呢 太太一看 二舅病病歪歪的 实在不好意思再说什么 就给我切了个科长 数五颗科长 咱这房子风水好 我盖这房子的时候 我就专请阴阳先生看过 他也是这么说的 好 当然好 只要太太能帮忙 用不了多久 这副局长我也能当上 云霉 不许去 我要不去 人家还以为咱们嫉妒她呢 本来大家住得好好的 反倒生出意见来 她当了汉奸 你还去给她道喜 成什么样子 老大 进来吧 走 给二弟弟妹道喜啊 好 老大 老大 老二说要搬出去住 你看怎么办 那就搬吧 好 好 嗯 好 好 老大 那我先回屋了 大哥 谢谢 行了 该说的话都说了 回不收拾东西吧 二妹 你先回不收拾东西 老二留一下 我有话要讲 来 给 这么说 这个科长 你真打算上任了 当然了 科长 可不是随随便便 能从街上捡回来的 所以 你是决心要当汉奸了 汉 科长 汉奸 这是两个绝对 这连不到一块的词 现在无论做什么都要想一想 北平是被日本人站着 大哥 依你这么说 你在学校当老师 老师 爸的铺子里 卖的是日本货 是不是罕奸 那不一样 没逃出北平 也没给日本人做事情的 不能算是罕奸 北平城这么大 不可能一下子全逃空 留下来的人 就要挣钱吃饭 小崔拉扯 我教书 那是没法子的事 可是如果 心甘情愿给日本人磕头 为了挣得更多 吃得更好 就连良心都不要的人 不是汉奸是什么 依你这么说 反正是让我离开北平了 大哥 这话两天前我听你说 我觉得真有道理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是无论如何 这科长我也不能撒手 我当初劝你逃走 你不愿意逃 那你就老老实实做事情 也不能算是汉奸 可现在 你很高兴在日本人派来的局长手下做事情 做行政上的事 你这已经是在向日本人投降了 我不过就是个小官 你非得说我是汉奸 那全北平得有多少汉奸 老二 你现在甘心做一个科长 恐怕将来 你也不会拒绝做局长 你的心决定你的中间 和官之大小无关 行了大哥 别说那些废话 老二 你要是听我的话 我还是劝你逃走 清清白白做人 真的来 走走走 太爷爷在不在 太爷爷在不在 太爷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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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大哥 太爷爷了 所长 谢谢 您太客气了 有点小意思吗 恭喜 恭喜 你这说话就捡歪了 恭喜 所长 是这样 家里老人身体都不太好 是啊 好 就不能亲自穿迎接了 现在我屋里去坐 好吧 那里边请 那里边请 到屋去坐 李莹 我的姐姐 冠大哥 来找我 就是我睡了 好 干什么 你还真给他气场啊 放回去 老二算是晚了 天下都是咋问的 他为了当科长 死活得不顾 还顾得来老人 老三走了 现在老二也要走 这个家 也就不像个家了 你可真会说话 可可这网 вот 天下都是咋问的 你好说得好啊 阿姨 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 那今儿期 算是没了 日本人来了 国都不国 还要家干什么 韩国 中国 上海 上海 参照 韩国 韩国 网纴天 韩国 战功 韩国 中国 上海 上海 帼住 美国 号外 刮你的脸 我帮你看 那上海怎么样 上海 黄军总胜利 什么 刮呀 眼珠子 你往哪儿捅呢你 对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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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悬哪你 这上海啊 算是完了 上海完了 拿我脸开刀呢 您多包啊 多包啊 就算上海打败了 南京也能守得住 南京只要守半年 敌人来一阵败一阵 在日本就算败了 日本能有多少小挫子 敢过来送死啊 就算加上天皇的自个儿 日本也没多少人 你要知道 日本地方很小的 就巴掌这么大 那是你那么想 那一二八那次啊 那上海一败不就讲和了吗 那 我看呢 那些当兵的 露千曲姨太太 一个顶十个 要真打起来 一个个跑得比兔子都快 南京能守得住 南京能守得住 除非你长事当总司令 好 高点 你过来 你看看 你就知道东南西子往不点 你知道南京在哪儿吗你 在哪儿啊 你看 这是长江 这是花台 这要守好了 个个都是天险 你得了吧 又是天险 去年打山西的时候 你就说娘子官是天险 算 结果呢 还不 打打打打打 别信那个莲寇如 他竟瞎掰 严家将能打吧 那大宋不照样改成大员了 小翠 你是中国人吗 我怎么不是中国人啊 那你怎么替这本人说话呀 我什么时候替这本人说话了 你说了你就说了 我说的是那些当兵的 小翠 他们是汉奸 我他妈成汉奸了我 你说 你可常说人 我说的是那些当兵的 你可常说人 我说的是那些当兵的 你可常说人 你可常说人 你说得好好的 怎么吵起来了 他你什么人说话 你说人啊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你拉我干吗呀 他离日本说话 对呀 他是个孩子说孩子话的 知道知道 逗着玩着 求汉奸 咋不汉奸 我说汉奸了 我这洗个头 就少说两句吧 厉害厉害呀 我这问你怎么样 你怎么说话呀你 你看这我要认识 我还找你呀 上海怎么样了 上海完了 南京的 我还管南京呢 我是老英国府的人 南京的事我不管 南京是我们的国都 你还是中国人吗你 你是中国人 我也没见你 打一个小日本啊 你干嘛 怎么着 你还想打人啊你 我告诉你 你就打打打日本坦克去 在护国寺呢全纲的 你来 太太你看看 所长 约翰呢 所长 我给您拿一块老英国府的黄油 那可润 跟大姑娘脸似的 走走走走 南北京城您找去 没有 谢谢 咖啡 黑子 好嘞 别放糖 约翰 你看你来就来 还带什么东西 看看所长 不带点脸合适吗 约翰 英国方面 对上海的战事怎么看呢 英国方面认为 上海战事的失利 是意料之中的事 谢谢 那南京呢 南京必将不保 不保守 那咱们的政府就不守守这国都吗 守 怎么守 英国方面认为 中国打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中国的军事实力 只相当于西洋中世纪的水平 加之组织混乱 制度落后 能跟一个现代化的军事强国对抗这么久 那已经很不容易了 听听 人家老英国府说话在理 咱们这国都都没了 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 那就先签个合约 把华北让给日本人 不然咱们就死得更多更快 这么一说 日本人要在北平永远待下去了 太太 你就放心大胆的干吧 还怕什么呢 爸 你公众在吗 走 亲家 我说你这刚好点就馋上酒了 来来来来 喝着 亲家 亲家 亲 门上 亲家 你这是干什么这事 怎么了这事 你先坐下 亲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事 三爷 少奶奶快生了 我这个做公公的 没法照顾她 你不就是想让她回娘家吗 还有更麻烦的是 她生的无论是儿是女 你都得替前家养活着 我把儿媳妇和后代都交给你 儿媳妇还年轻 她愿意守节 你也最好劝劝她任凭改嫁 不必和我商议 她要是改了嫁 小孩你可得留着 也得像照顾亲孙子一样照顾她 别的我不管 我只求您 经常告诉她 她奶奶 她爸爸她叔叔 都是怎么死的 小孩 小孩 你这是在脱孤我 遇到什么事呢 您甭管我 您要是肯把闺女带回去 我就把这些破桌子烂椅子 托李四爷卖一卖 也许我自个儿 离开北平 也许我租建小房子 自己去瞎混 反正我有自己的办法 不成 我不放心 你身边甭说 连你带我闺女一块堆搬到我那儿住去 我养魂得起你们 静静 你想想 咱都这帅数了 咱们要是住在一起 一块喝喝酒 逗逗孙子 那可该多好啊 三爷 我感谢你的好意 将来总会有那么一天 但不是现在 不是这个年约 我还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 干脆点 你答应我的话不答应 好 我答应 可你也得答应我 你搬我那儿住去 怎么办 这么办 你让我先试试 看看我自己能不能混下去 不成 我一定去找你 我在北平还有什么亲戚呢 既然 你不肯告诉我你要干什么 我也就不问了 可有一样 请家 你不是屋主的孤魂野鬼啊 你什么时候到我金餐家来 一杯热茶 一碗热饭 一铺热炕 那是给你留的 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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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你的好意 我只要不死 我永远永远 不忘你的大恩 我这条命是白捡来的 我不能消磨在宝孙子上 累啊 真累 来来来 太太 喝碗深茶 喂 还得再写一份 写清楚点 是 总共两个要点 第一 为了日本皇军的身体健康 要认真检查 第二 为了能保证长期为皇军服务 要对这些姐妹认真爱护 所长高见呀 可是这些表面文章做完了 咱们的油水在哪呢 还有那些暗昌 他们都不挂牌营业 管都管不了啊 不该你知道的 你就别知道 是 所长 高先生来了 您瞧 所长 义婆 来来来来 所长 所长老爷 义婆 可把你给盼来了 我都快累死了 你也不过来帮吧 所长 不是我不肯帮忙 实在是天津那边事太多 这来回的路上还挺麻烦 这不 你用我呀 我得把身后的事都得了干净了 这位高先生 这位高先生 是北平的九成名医 他治花柳病啊 可是一绝 日本人都得求他 是李科长的得力干将 以后呢 就住咱们家 一坨啊 以后我还要多多的借助 严重了 严重了 小和 你下去吧 不用伺候了 好 是 所长 您管的那五六百号记女啊 我都疏通好了 有百八十个愿意认干娘的 我呀 把他们的名字都给记下来了 给您留一份 见面费怎么算 收了十几个人的 一共 两千多个元 我跟他们说了 认了干娘 也不能白白照顾你啊 一年三个节气 端午中秋再加上春节 那都是有理的 义托啊 真有你的 这事托给别人 我还真就是不放心 拿着 这钱 该是你的 所长 我都是您的人了 这钱我怎么能用啊 您留长 好歹呀 是我的一片孝心 一点见面礼 齐科长齐太太到了 你先回避一下 好 去了 去吧 去吧 请 请 冠先生 真精神 你要嫉妒死我 快请 姐姐 瑞芳 你听说了没有 山西完了 上海完了 南京也快完了 南京也快完了 咱们心里头这块石头 就落了地了 就可以放心做事了 可不是吗 我们俩在家看了报纸 就赶紧过来了 嗯 你说这南京钥匙也丢了 一时半会儿都打不回来 我们可得好好地庆祝两天 你看看我这个异地 你那个异妹 他们起来也不怕冷 好 别整天吃喝玩乐的 得帮帮我这个大哥 你说这什么呀 人生在世 就是得吃喝玩乐 等老掉牙了再想吃 老毛腰了再想穿 那就太晚了 对呀 对呀 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聪明 来来来 坐坐坐 我给你们倒咖啡去 哎呀 橘子妹妹呀 你我要打成一气 我要是北平妇女界的第一号 你就得做第二号 比如说啊 我呢今天烫了个猫头鹰头 你也照样去烫一个 咱们两个人在北海 或者中山公园 走走六个小弯 明天全北平的女人 就得争着抢着烫猫头鹰头 感到她们刚烫好不是 咱们改样了 咱们得改个机关子头 咱俩叫她们紧着跟咱们学 都跟不上 叫她们手忙脚乱 没办法不得不来找你我磕头派老师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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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天在睡什么觉 这胡子也不刮你要干嘛 行 干什么你 上海丢了 你没看报纸啊 日本人说马上就要拿下南京了 怎么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看不清形势啊 我告诉你个消息啊 别睡了 你得给我保守秘密啊 你们学校的校长要辞职 辞职了 大哥 你应当好好活动活动 我现在在教育局 你又花不了几个钱 再说了 南京马上就要丢了 反正咱们是亡国了嘛 你才顾着下去有什么用啊 你看啊 这教育经费 日内就会有办法 咱们多赚几个 你让老人们少受点委屈嘛 怎么样大哥 你虽然对我不好 可我还是很照顾你的 谁让你是我亲大哥呢 我说老二你 怎么样啊 肯花多少钱 这事得赶紧办 这年月挣钱不容易 大哥 有我在这儿跟你盯着 校长这职位 谁也拿不走 我不想当校长 大哥你不能老这样啊 那别人花钱都弄不到的位置 你怎么把这肉包子往外推呢 你说你开口国家 闭口国家的 国家没了 就你一个人有骨头 又能怎么样呢 大哥你可急死我了 我把扯话跟你说到前面啊 这么好的机会 你要是错过了 以后没饭吃 你别怨我 我现在是有这个位置 交集面也滚 对 我挣钱挣得多 可我花的也多啊 你将来日子都过不下去 找我帮忙 对不起 我齐瑞峰一个子都不出 行行 赶紧走吧 我告诉你啊大哥 还有个事儿 别人托我转告你的 我得给人家办过 冠家 要请金三爷吃个饭 你从中活动活动 少不到你的好处 你给我滚 还有啊 冠家连太太都能当官 你最好别得罪人家 这年头 得罪人是没好处大 你特别给我滚出去 滚 滚出去 干什么 滚 我帽子 帽子 你脱帽子给我滚 你干什么呀你大哥 别来我这儿 滚出去 简直太岂有此理了 太难了 太难了 这 这 这怎么 不是爷爷你看 有好事儿他往前巴结 好像做校长是多丢人的事儿 怎么回事儿啊 怎么了老二 爷爷 我告诉你啊 我呢 想给老大找个好差事儿 他不干 我的开销很大 我会很忙 这老大呢还不出去抓点钱 这可怎么好呢 我反正已经尽到兄弟情义了 这家以后的事儿我一概不管了 老二 你怎么跟爷爷说话呢 一点规矩也没有 你不怕让人笑话 笑话 谁笑话呀 这都什么年月儿了 还讲这些规矩 你 行了行了行了 老二 瑞峰啊 上屋坐会儿 我有话跟你说 我还有事儿呢 过来再说吧 瑞峰 瑞峰 好你个小兔崽子 妈 连老娘都不认了 这干嘛呀 就凭你是个小科长 你别这样了 但老二放不点生气 走 来 陪奶奶回去 妈 妈 行了 妈 别生气了 你说他怎么这么对我 妈 就当了个小小的科长 连个人心都没了 妈 别说了 妈 对儿女 我都一样 没骗过谁 你说 你说我少疼老二一点没有啊 没有啊 可他怎么能对我这样呢 行了 来 红红奶奶 你又在我们上边 妈 妈 爷爷 爸 有福大家乡 有苦大家受 老大 你放心 我不会难为你的 你现在要吃饭了 我回家就想虎了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 già 谁要吃饭了 我看哪儿 谁都会有好 你去哪儿 不需要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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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会一个人跑了 老要让我给日本人 去当校长 我宁愿饿死也不会去 还是那句话 只要不让我当汉奸 出多大力 受多少苦 我也会把这个家给养活的 老大 咱们这一家人都仗着你呢 你说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 好了 歹了的 咱们都得在一块儿忍 忍过去这不怀孕 受一辈子苦 都做不了什么 老了老了 都让日本人收拾死 老大 你要忍着活下去 等到将来 抓把土 把我给埋了 把我给你 大 广早 我们是 吗 而 我们是 不知道 谁 有 这 老大 都快 了 快 爱 还 仍然 都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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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